在巴塞罗纳 飞哥成为诺坎普的英雄 进球后振臂欢呼的画面 也成为了这里的永恒 2000年 转头皇家马德里 先夺西甲联赛冠军 后拿世界足球先生 再赢冠军杯 立刻成为了曾经死敌球队的球 心中的英雄 2005 飞哥自由转回一甲豪门国际迷满 却并非连颇牢 多次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帮助蓝黑军团 18年后再夺联赛冠军 正是相貌断放 如虎包 身躯长大 刺脚 瓶身冠石 桑文剑 威震散善 立大 作为一名世界级的中场球星 飞哥的球风很普世 这也跟他的人一样 他的控球技术出神化 射门又猛又准 在场上永不疲倦 是一个人就能改变比赛的人 他开阔的视野和良好的意识 使他能够在中场娴熟的组织攻防 在进攻时 他是一名拥有强劲火力的枪手 往往能够一枪指名 防守时 他也能迅速对对方进行逼抢 为队友的狂 争取时间 飞哥最大的技术特点 是教科书般的盘带 和精确的传出 球在飞哥的脚下 对手根本抢不走 两三个人也抢不走 除非飞哥自己传球被拦击 飞哥的过人 是典型的科班式过人 没有花哨的动作 也不依靠绝对的速度 一拨一扣 再突然变像 这条高效 又不是优雅的动作 在他的巅峰时期 踏遍天下无敌手 1995年 在距离李斯维 1300公里外的巴塞罗纳 荷兰足球教父克鲁伊夫 正在着力打造 自己麾下的红蓝梦之斗 而队中绝对核心 米歇尔劳的卢普的开 让他必须在短时间内 找到一个替态 能够和整治拥有 欧式战术打法 并兼具南美技术优势的 红蓝军无缝鞋 克鲁伊夫 很快就锁定了 路易斯飞哥 并且读定这个 23岁的年轻人 将会是巴塞罗纳的 又一面旗帜 巴塞罗纳拿下了 西班牙国王背识 飞哥已经赢得了 巴塞罗纳整个城市的信任 也赢得了 红蓝军的队长绣标 不得不说 飞哥天生就适合做队长 在葡萄牙国家队 和巴塞罗纳队 都是这样 在巴塞之后的亲 队长飞哥 在这所城市 已经赢得了 所有可以言说的门 所以当巴塞迎来百年华诞 飞哥理所应当的 和俱乐部历史上 诸多里程碑式的举行一起 被当作是 百年巴塞的形象大事 而载入实测 来到了2000年欧洲杯 飞哥是处其搭内之外 表现最要点的球型 不只是因为 他在对阵英格兰时 那寂静四座的元首 而是与他共同踢着 性感足球的葡萄牙 黄金一代 在那届杯赛还未结束之时 首握四强成绩弹的 葡萄牙重球型 纷纷得到了 欧洲各大球队的重金品 而作为黄金一代的领军人 飞哥自然有了 和巴塞谈掌清条件的字 可惜 不愿打破对内 薪资平衡的巴塞主席 叶斯拒绝了飞哥的要求 2000年的7月 飞哥做出了 自己人生中 最大的一个决定 以5610万美元 当时世界第一身价 转回到了 巴塞罗那的死地 西班牙的另一个豪门 皇家马德里 双方签署了5年合同 平均每年转回费 为1200万欧元 转回到皇家马德里 不久 飞哥就帮助球队 获得了风点杯和超级杯 爱之灭深 恨之远切 2000年的10月23号 诺堪普球场 对于身穿皇马球 前来参加国家得比的飞哥来说 如同地狱一般 他在角骑区所经历的一幕 让他致敬了 在当时 他本人就是在地狱中 被巴塞罗那球名 蜘蛛的魔鬼 对此飞哥保持了沉 回到了伯纳5 飞哥又回到了天堂 在加盟皇马的首个赛季 他终于帮助皇马 以80分的积分 在4年以后 再次夺得西甲冠军 01到02赛季 随着其他内的到来 飞哥在皇马的位置 被固定在了右边 2001年的12月17号 在国际足联 世界足球先生的颁奖典礼上 飞哥击败了 劳尔和贝克汉 当选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 在这个赛季 飞哥还和队友 一起在格拉斯哥 击败了勒霍胡森 为皇马赢得了 第九座欧冠奖杯 在这里 球场上的飞哥变得成熟 变得更具机器 也变得更加迷人 在这里 他让2000年的欧洲金球奖 变得重磅 锁在这里 他用世界足球先生的奖杯 圆满了葡萄牙足球人的梦想 当然 还有一座联赛冠军 和一个欧冠冠军 让伯纳乌的朝败成九九成 站在银河战舰的剑桥上 飞哥抵达了电风 但是 他似乎也逃不开 圣剑而衰的自然杯 2002年世界杯之后 伯罗伦蒂诺一年一居心的政策 如同黑云压成一般 让飞哥难以阻斥 年过三十的飞哥 宣告王者归来 也没有改变 他在功力之上的伯纳乌 遭到清洗的 2005年 米兰城 变成了路易斯飞哥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 当飞哥帮助蓝黑军团 打开了第二个大国际时代的城 他也终于可以将职业球员的角色系 收进自己的回忆当中 当他在2006年世界杯 最后一次为葡萄牙国家队保驾护航之后 他也可以微笑着退下入庄 因为 他看到了那个年轻的脸庞 可以扛起葡萄牙足球未来的希望 葡萄牙的天才球运 并不如泉泳一般跃远 他们总是在契合时代的需要 确其将 对于能够读懂他们心路的七龄后 伴随他们成熟的八龄后 膜拜他们成就的九龄后来说 飞哥 可以给我们对青春不同阶段的美好主意 而对于那些未能见证飞哥巅峰的后来者 不要为这美好的错过而遗憾 只需要记住 曾经有一段热情似火的传奇 叫做路易斯飞